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16日宣布,将推出6奈米制程技术,被预计在2020年手机进行试产,可支援高阶到中阶行动产品,以及AI、5G基础架构等应用,这对于已握有7奈米制程并吃下各大智慧机晶片订单,加上先前5奈米晶圆厂,信其开始试产,这些布局等于是站稳市场领先地位。 对此,南韩科技大厂三星电子也宣布,完成5奈米制程研发,并宣布下半年量产6奈米产品,两强在先进制程较劲意味浓厚,台积电表示,6奈米制程技术与7奈米制程技术的设计法则完全相容,7奈米的设计生态系统能够再次使用,客户只需要使用有限的工程资源,就能采用这套最新技术达成的产品。 相较台积电7奈米制程,6奈米制程逻辑密度增加18%,可以提供客户更高的效能与成本效益。 飞机在2020年第一季试产,提供中阶行动产品,AI、网通、5G基础架构、绘图处理器以及高效能运算等应用。 对此,三星也发布新闻稿宣布,完成采集紫外光EUV技术的5奈米制程研发,相较于7奈米制程,面积缩小25%,耗电减少20%,性能提升10%,5奈米制程还能使用7奈米设计IP,借此帮助客户减少5奈米制程设计费用。 此外,7奈米制程产品将于4月正式出货,6奈米制程部分,三星表示,目前正与大型客户进行生产协议,并已经完成定案塔普奥特,飞机下半年进行量产,台积电早于三星宣布完成5奈米制程研发,飞机在第二季进行试产,随三星及其直追,但根据目前全球晶圆代工市占率,三星第一季已经提升至19.1%, 但与台积电的48.1%相比,仍遭狠甩在后,此外,三星在先进制程的良率如何,不仅外界关注,也是三星是否有机会在先进制程竞赛当中,扳回议程的重要关键,忠实电子报来斯布洛克阿兹。